大清灭亡之后,哥哥们都自寻出路纷纷假人 让你想不到的是,如今这些大明星居然是满清皇室的子孙 公元1636年,诺尔哈市建立起大清王朝的雏形 公元1912年,龙与太后下诏书退位,清朝彻底画上句号 在这长达276年的时间里,清朝皇室为了巩固政权 内部对大臣恩威病失,对外还想方设法拉拢同为关外游牧民族的蒙古人 怎么拉拢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联姻 清朝建立初期,奠基人努尔哈市,包括后来上位的皇太极 入关后的顺治康熙等,在后宫中都纳了不少的蒙古族后妃 以爱新觉罗家祖传的痴情种皇太极为例 她在位期间,同蒙古联姻多达69次 那么,哪些蒙古族后妃比较出名呢? 这就有必要提一下,垂帘听政数十年 辅佐了两位皇帝的孝庄太皇太后 她名叫布木布泰,出身于蒙古克尔沁布 俗话说得好啊,来而不往妃离也 既然清朝的皇帝们会选择走娶妻联姻的道路 那自然会打算把女儿们外嫁出去 否则根本无法安抚蒙古各部落的权贵们 可是,外嫁的哥哥们在关内长大 从小过着锦衣御师的生活 远嫁塞外后,可想而知会有怎样的下场 他们除了要忍受塞外,常年严寒的环境 还会面临水土不服,生活不变的问题 这些来自外界的困难就算克服了 也会因为思念家人寝室难安 在身体和内心都饱受折磨的情况下 大多数哥哥都郁郁郁而终 有的嫁过去才短短两年便病逝 他们这样的境遇 同嫁入清朝后宫的孝庄的蒙古贵族女儿一样 都是政治联姻下的牺牲品 至于那些没有远嫁的公主哥哥 日子自然是好过很多的 但皇帝们为了让全臣们心甘情愿的效命 也会将他们许配给大臣的子嗣 名义上是下架 但拨开这层窗户纸 无外乎是换了一个说法的政治联姻而已 1912年2月12日 清王朝宣布灭亡 满清的王公大臣 包括皇亲国戚们都沦为平凡人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放弃高高在上的身份动手干活 就算是位高权重的王爷 也只能低下头来拉羊车做小买卖 而皇室哥哥们就幸运很多了 尤其是清朝最后一任皇帝 溥仪的姐妹们 他们虽然失去了尊贵的身份 却成为最幸运的一批人 退去格格光环 居然还能成为封建王朝最幸运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大清走向灭亡 高贵身份的皇室哥哥沦为普通百姓 首富鸡之力的他们如何生活 后来又嫁给了谁呢 抽丝剥茧细细寻摸一番 这批格格呢 还真是极为幸运的人 直到今天 他们还有后人活跃在各行各业 甚至成为优秀的佼佼者 晚清时期的格格其实并不多 能被认可的呢 只有宣统皇帝 也就是爱新觉罗溥仪的七个妹妹 溥仪的大妹妹名叫温英 温英从小接受皇室教育 是标准的闺中淑女 在当时被诸多青年爱慕 然而呢 她还没有选择义中人的机会 被溥仪指婚给了润梁 也就是宛容皇后的弟弟 1925年 温英患上蓝尾炎 那个时候呢 蓝尾炎是棘手的病症 加上皇室不相信西方的医术 才去保守治疗 温英最终病情加重 17岁的方玲便离开人世 她也是姐妹唯一因病早逝的 至于二妹妹温和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王国公主 她出生后不久 大清便覆灭了 但是大清灭亡后 她依旧享受着公主一般的待遇 从小无忧无虑 不过 老天爷显然是公平的 给了她锦衣御师的生活 于是剥夺了她选择感情的权利 温和长大后 溥仪就将她指婚给了郑广元 这个人身份可不简单 她是为满洲国总理郑孝旭的孙子 后来满洲国灭亡 温和生活受到波及 日子一度变得艰难 在新中国建立后 温和选择改嫁 和一位工程师有缘走到了一起 在这段时期 她还做起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直到2001年才因病去世 享年92岁 三妹妹温颖 是民国二年所生的 同样被溥仪指婚 丈夫是宛容皇后的弟弟润林 也就是在1987年受邀 到故宫参观 怒对导游的旧老爷 当时润林为为满政府工作 生活水平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992年 温颖安然去世 享年79岁 四妹妹温贤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子 溥仪把她指婚给了自己的保镖 同时是蒙古贵族后裔的赵琪帆 温贤身体柔弱 当时生活境遇也尤为不好 后来呢 他们得到友人的帮助 生活才有所改观 这对夫妻的感情也尤为波折 中途曾分离34年 但晚年相聚的他们十分幸福 后来温贤在89岁时寿中正寝 是七个姐妹中第二个长寿的人 晚清王朝一共有七位公主 那第五个公主嫁给了谁呢 说起第五个公主 实际上呢 她是溥仪的第五个妹妹温馨 温馨嫁给清朝重臣万生的儿子万家熙 两人结婚不久后 万家熙被溥仪派往日本学习 温馨在国内苦等自己丈夫回家 日本战败投降后 万家熙因为惹了一些麻烦 在日本无奈接受改造 在这期间 身为弱女子的温馨 为了养活孩子 找了份会计的工作 可日子始终结局 直到万家熙回国后做了翻译 他们的生活才好了起来 1998年 温馨因病去世 享年81岁 六妹妹温馨 失去公主的身份后 依靠出色的画迹 加入画师行列 也因此遇见同为画家的丈夫王爱兰 两人志通道合 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温馨呢 活到了63岁 七妹妹温欢 是宣统帝最小的一个妹妹 她在新中国成立后 毫不犹豫地 把祖上遗留的财产上交国家 她自己则从事人民教师的工作 后来嫁给青年教师乔洪志 直到2004年才离开人世 享年83岁 了解她们的大致人生 在回顾封建王庭下 经历政治联姻的公主们 这不难看出 宣统皇帝溥仪的七个妹妹 晚清最后的七位公主 算得上极为幸运 虽然失去高贵的身份 但她们却得到了 比身份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自由选择归宿的权利 与此同时 从寿命上来判断呢 这七位公主的平均寿命 也是整个清王朝最长的一批 更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今天 各夯各夜中 很多耳熟能详的人物 有清朝皇室的血脉 其中一些人呢 还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佼佼者 比如被认可为 著名动作片导演演员的吴京 他是满族正白旗乌拉纳拉氏 属于满清上三旗贵族 钢琴王子朗朗 著名实力派演员黄海波 他们出身扭护路氏 祖上呢 是清王朝开国元勋 俄以都 再或者 娱乐圈公认的美女明星 关芝林 他和关晓彤 都是正白旗 瓜尔嘉氏的后裔 要知道 瓜尔嘉氏是满族第一大姓氏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放在清朝 算是标准的王府哥哥 另外 曾扮演孔雀公主的金乔乔 著名歌手纳英 曾出演玉冠音 奋斗等热播剧的 佟大维 都是皇室成员 由此可见 满清皇族后 已失去尊贵的身份 依旧能靠自己的实力 活出一片天地 气贫满清皇族的命运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师之东鱼 手之桑鱼